游水山公园,坐缆车,爬长城,俯瞰深圳水库景色 喝泉水,玩游乐场,能看到烂尾别墅群 旁边有创意小镇,还有深圳绝美夜景 假期八小时游,你想看到的,想不到居然能看到的,都在这里了 游水山公园,在龙岗区布吉镇南岭春 可以坐地铁五号线,在百歌龙地铁站下车 从西口出站,然后步行大约15分钟就能到达公园 或者换乘公交车822路,途经三站,在大世纪水山园公交站下车 步行10米到达公园,或乘公交车到阳光翠园 或者到龙山工业区,分别步行大约300米到500米到达公园门口 球水山游乐场里有50多种大大小小的游乐设备 价格从5元到20元之间 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欢乐谷了 龙之谷是以恐龙为主题的亲自游玩主题乐园 实行一票制收费 不用去北京也能爬长城 公园模仿北京八达岭长城 按1比1比例修建 全长380米,有4个烽火台 建于1997年,是全国首家拥有此旅游项目的行政村 登上最高的观景平台,可以俯瞰深圳水库和城市建筑全貌 爬长城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如果不想爬的话,可以做锁道 上下 如果是晚上到,就有机会见一见夜长城 假装自己在北京,引发丝骨悠情 夜色深圳,月光晕照,几箍远近飞禽窖 球水山公园晚上八点钟关门 而且是免费的哦 球水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 被称为深圳饮泉之源 公园内有一口泉眼 据说是明朝时期开始汲取饮用水的源头 还有一块球水石 当时住在山下的仙民都是普通的庄家人 靠天吃饭 每当遇到气候干旱的时候 仙民都会到山顶举行祭祀 像一块石头祈求雨水 很是灵验 后来这块石头被称为球水石 山也因此得名球水山 这里是银兴湖 公园里还有历史藏廊 客家历史博物馆 致富思源展览馆 民族园 特别是南领村投资500万元新建的大型雕塑群 长征园 由广州雕塑院创作的飞夺卢定桥 爬雪山阔草地等雕塑 形象的展示了红军长征的历程 占地1万平方米的客家历史博物馆 堪称一座客家民俗园 他用栩栩如生的蜡像标本和食物 组成的一组组场景 生动地反映了客家人的生产 生活和民俗风情 让人能迅速了解客家人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 特别是抗旱 分番薯 买猪肉 还有大逃稿 等精彩场面的在线 让人感觉这段历史仿佛就在昨天 三王古庙 坐落在半山腰 庙内供奉赤面 白面 黑面 三王神像 相传三王为南宋 宣府靖州 军民总管 杨氏三兄弟 杨氏三兄弟 效忠朝廷 却遭到朝廷的猜忌 赤下了欲酒 大哥喝得少 死后脸红 二哥喝得多 死后脸黑 三哥年轻气盛 喝得醉猛 死后脸白 山人死后 变成三条金龙 扰乱京都临安 宋效忠 大害 便对他们风亡丽妙 到达山顶观景台 左手边就可以看到深圳水库 右手边可以看到深圳最大的烂尾别墅群 玉岭山庄 有对玉岭山庄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翻看我前一期的视频哦 来秋水山公园 观景台风景一定不可以错过 如果爬不上来的 可以坐索道 单层15元 不管哪个时间段来 这里都有美景等着你 我这里准备了有白天 傍晚 晚上的风景 到这里 秋水山公园的风景就游览结束了 如果还细游未尽的 就可以去它旁边的1983创意小镇 可以下山 搭乘B881路 带南龙社区工作站上车 乘坐两站到中思源下车 步行193米 就到了 喜欢徒步的朋友 步行去 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 1983创意小镇 1983创意小镇是由一座废弃的工厂改造而成的 1983年是南岭村委会正式成立的年份 所以小镇叫1983作为纪念 这是一个充满色彩的小镇 随手一拍都是抢眼的画面 有特色壁画涂鸦 建筑 高颜值的餐厅 这里面混杂着各种小清新和艺术童话风格 让人仿佛置身于宫崎骏的动漫世界 还有亚洲最大的奶茶店 813 整整6000平方米 可以容纳800人 24小时营业 还有剧目电影院 一天的游玩就圆满结束啦 欢迎评论点赞加关 随接散播出射看 商量注意点赞亢 集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